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前阵子我讲了一些学医的问题 说学医80%的同学都要考研究生 然后有不少朋友后台留言说 是在威严耸听 说在那制造危机 然后我打算就用比较实际的数据展示给大家 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医疗行业 大概竞争是多么激烈的一个程度 因为数据比较多 所以我今天先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地区头部医院 我今天先来给大家举例的一个医院 就是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这个算是浙江地区的头部医院 当然还没有达到华东地区的头部医院 我相信上海那边可能竞争会更加的激烈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岗位 就是2020年所招聘的人员 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学历 然后学历通常要五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过了五年之后 你们面对的这个环境 肯定比现在的还要更加严峻 在这张表的最上面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感染科 还有呼吸内科和血液科 这里招聘过来的都是博士 我们可以看他们都毕业自哪个专业 浙江大学 中南大学 浙江大学 四川大学 协和医院 华中科技 所以都是博士 清一色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些人的年龄 一张单子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肾内科 就做肾移植的这些 然后还有分失免疫科 然后肿瘤内科 这里显示也全部都是清一色的博士 这里面最年轻的有94年的 然后他们毕业的学校 你看有八年治浙江大学的 有协和医学院的 还有四川本尊博 香港中文 还有一些海外来的 慕尼黑工业大学的 然后我把刚才那张单 内科全部拉完 发现全部都是博士学位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看一下外科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外科就是动刀子的 最上面的反正肝肠外科 清一色的都是博士 然后下来之后是神经外科 泌尿外科 谱外科 整形外科 还有皮肤科 这些无论是大的手术科 还是小的手术科 是大的内科 还是小的内科 我们现在看到的清一色的 都还是博士 我会发现好像八年治的特别多 此外招收 这家大学本院的也特别多 这里也可以进一步的表明 八年治现在确实 就业情况总体还是挺好的 但我拉完了时候的外科 几乎都没有看到硕士 好 我接下来终于在一些地方看到硕士了 我们还不如把专心看看 还有哪些岗位还能够收硕士 我们可以看到 妇产科和儿科 他现在还在收硕士 这个可能是个机会 不过这两个专业 目前都有一些类 确实是有些类的 比喉科在这里收的 还是一个博士 而且进的人也很少 但是口腔 我们看到 他进了一个博士 全是硕士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口腔专业如此受欢迎 你想想一个硕士 口腔就可以在浙江省的头部医院就业 而且收入还不菲 而且未来差不多完成硅北 或者干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出去单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口腔 现在是医学里面 特别吃香的一个小专业 我们再往下看 这里面急诊 也是这些年来 特别累的一个科室 我们可以看到 他里面虽然有收硕士 但是也有收了两个博士 然后再看一下麻醉科 麻醉科我们看到 这里收了一个博士 剩下的都是硕士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儿科妇产 麻醉急诊 尤其是麻醉 现在空缺 整体还都是比较大的 那影像和检验怎么样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你看检验科里面 招收过来的 基本都是全硕士 然后这里你要知道 检验科跟病理科是分开来的 两个看的东西不太一样 检验科可能平时 看一些血的化验 或者是什么 病理科可能会看一些 肿瘤的零食冰冻切片 或者是判断肿瘤的良恶性 什么的 放射科里面有一到两个博士 然后无论是放射科 还是派的中心 现在进的主要还是硕士为主 所以我自己这个行业目前来说 空余还是比较多的 就业还是商业来说比较容易的 然后再说说招聘表里 让我比较吃惊的几点 就是首先前面的药剂科 我发现药剂科招了三个人 三个全部都是博士 可见现在药学的竞争 是非常的激烈 此外让我非常震惊的 另外一个点 就是硕 这个护士 我一直以为现在进的都是本科专业 但实际上我发现 这医院里面进的已经是清一色的硕士了 这里甚至还有来自外国的医学院的一个硕士的护士 所以可见现在护士的专业也正在迅速的被填满 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每位去读医的同学 相信大家或者是你们的父母 可能早就有未来想去工作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基地目标 譬如说你是合肥人 想去安徽省地医院工作 你是温州人 想去温州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那你其实可以搜索一下 就到网络上去搜 省地医院2020年 你招聘人员公事 就可以看一下 他们每个人毕业自哪个学校 是什么学历 进了哪个科 可以大概的有一个评估 社会竞争 永远残酷性是超过你的想象 尤其是医生这种 大部分毕业了之后 只能往医院跑 所以未来这个内卷 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考研真的是不可避免 下一期有机会的话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浙江省地的 普通三甲医院的招聘情况 因为这一期的内容可能会太长了 好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可以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疑惑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尽可能会回答大家 好了 祝大家愉快 再见